大家好,我是老孙 要说我最喜欢的游戏类型 排在第一的肯定是丧尸类的游戏 所有跟丧尸有关的游戏和电影 我都会千方百计的找过来玩一玩和看一看 除了丧尸,我最喜欢的就是武侠RPG了 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古风的建筑,听古风的音乐 所以从90年代开始,几乎所有的武侠RPG我都玩了个遍 其中有很多游戏让我毕生难忘 比如仙剑,剑侠情缘,风云天下会 轩缘剑,侠客英雄传等等 这些游戏都是我记忆中的美好 有时间我会逐个跟大家分享 不过今天我还是想聊一款比较新的游戏 幻想三国志5 这个游戏说新,其实发售至今也有一段时间了 之所以现在才聊它,是为了避免广告的嫌疑 幻想三国志的头两座我都没玩过,只玩过三和四 不过说起来好笑,如今在回忆三和四的内容 我竟然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前几座间隔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四代就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二是幻想三国志的剧情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幻想的成分稍微多了点,代入感不强 我只记得四代是把一个上古神话和三国历史结合到一起 倒也挺有创意的 另外还记得的就是这个系列每一作都有主题曲 这个事情在如今并不稀奇 但是在当年还是让人眼前一亮的 因为去年下半年的神话 国内也出了一款RPG神武幻想 两个游戏发售的时间相近 所以很难不拿来对比 但是如果是比拼画面的话 那么基本上是没得比的 神武幻想的3D画面毫不夸张的说 已经是世界级的水平 我也再一次见识到虚幻4引擎的强大 那款游戏玩起来的感受其实并不特别的好 剧情我也没怎么看得懂 但是单说画面的话 那真的是好到让我的鸡皮疙瘩都竖起来了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看中国风的建筑 那款游戏可以说是满足了我全部的这方面的愿望 但是幻想三国之五的画面比起来就要简陋多了 人物都是Q版的 画面也基本上只能说是干净 看着还比较舒服 但是要用出色来形容的话 那就太夸张了 虽然看似好像是3D的画面 但是本作的视角是无法手动调整的 换句话说 它采用的其实是伪3D的画面 这事在网上受到不少吐槽 什么年代了 居然还有伪3D画面 其实这个我倒觉得无所谓 毕竟常年玩RPG的人都知道 RPG的乐趣并不在于画面 丰富的剧情和出色的战斗系统才是RPG的王道 在咔发资金不多 技术实力也不是特别强的情况下 让游戏采用固定视角 也不是为一个取巧的方法 在一些大型的城镇里 视角切换的倒也挺舒服的 比如在成都的时候 视角的远近高低都切换的非常到位 绝对不会出现什么卡视角的情况 对于我这种懒人来说 自动帮我调整好一切也挺爽的 幻想三国志系列的系统 一直都是最标准的日式RPG的系统 曾几何时 日式RPG全部都是这种 你砍我一下我砍你一下的战斗系统 这个系统本身是非常无聊的 但是因为RPG这种游戏 有着大量其他方面的乐趣 比如说升级的乐趣 购买武器装备的乐趣 以及体验丰富剧情的乐趣等等 所以大家对这种无聊的战斗模式也就忍了 但是毕竟这种战斗模式是RPG最大的短板 所以从90年代开始 各个日本的厂家都下定决心 改造RPG的战斗系统 最早对这个系统进行桌游成效改良的 是史克威尔 他们在最终幻想里 把战斗变成了半极之制的战斗系统 虽然还是你砍我一下 我砍你一下 但是每个人物都有了一根行动槽 在行动槽满阁之前 就要迅速做出动作 否则就浪费了攻击的频率 战斗的时候 你的操作速度越快 得到的好处就越多 这个系统推出之后大受好评 因为它为枯燥的战斗添加了不少紧张感 随后一大批RPG都纷纷效仿 包括圈圆剑在内的很多国内的游戏也不例外 但是游戏产业是在不断发展的 随后各种更先进的战斗方式纷纷出现 在格兰蒂亚里边 战斗已经变得非常有战略性 你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次走位 去年发射的最终幻想15已经完全变成了动作RPG 打架的时候跟普通的动作游戏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 这些改变可以说是顺应时代变迁 毕竟玩家的眼界和以前早就不一样了 作为RPG里最大的短板 如果不改变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不过在国产RPG里这种改变就非常的少 无论是去年的神武幻想 还是如今的幻想三国之五 都依然还是采用的战装护砍的战斗方式 其实身为一个上了点年纪的老玩家 虽然也觉得这种模式有点无聊 但是其实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玩了几十年的RPG 站着护砍的游戏也玩了不止一个两个 对于这个系统本身我也没有多少好抱怨的 但是这一座幻想三国之的战斗企业却不怎么好 它采用的是类似当年最终幻想那样的半极日式的战斗系统 这个系统的优点是让人在战斗的时候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 缺点就是人多了之后会手黄脚乱 一开始控制一两个人物还好 但是这个游戏到了后期竟然来了六名同伴 六个人一起操作那叫一个蛋疼啊 估计制作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在战斗的时候很体切的设计了一个自动战斗模式 这个模式可以让电脑辅助你打架 体贴是很体贴了 但是当你真的点了这个选项之后就会发现 电脑的自动战斗的效率非常的高 在对付小怪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你出手 它可以帮你搞定一切迷宫里的战斗 这个游戏里放技能不消耗蓝 所以只要给队伍配上两个奶妈 前期的一些boss也可以直接搞定 遇到战斗的时候我们只要点个自动 然后去看看网页 等着听战斗胜利的声音就行了 然后看来是打完了 说实话手动战斗不如自动战斗的游戏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到了游戏后期逐渐掌握了一些战斗时候的操作技巧 不过还是感觉操作的人物太多了 玩的时候很烦躁 当然除了战斗系统 这个游戏其实还有不少问题 比如开头村子的剧情就藏着一瓶 如果你耐心不好 很容易被这一段又长又不太精彩的剧情劝退 跟冗长的剧情相比 男主和女主的感情发展又似乎太快了点 两个人认识没多久就开始各种暧昧 如今年轻人的思想比较开放 看到这样的情节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毛病 不过我自己是个比较传统的老男人 我个人总觉得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是需要时间来培育的 大凡不是用时间培育出来的感情 我总觉得都不是那么靠谱 这个游戏的剧情里经常会夹杂一些选项 但是每当这些选项跳出来的时候 鼠标就会自动跑到这些选项的上面 这个设定造成了我经常误选 因为RPG里的剧情对话特别的多 真的很难把每一段对话都仔细的看过去 经常是一幕三行 然后快速的按空格键 但是这个游戏里点空格键的时候都是心惊胆战的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会跳出一个选项来 点着点着就误选了选项 游戏当中还有一些错别字 不过对于我这种连日文游戏都不介意的人来说 这点错别字也就无所谓了 这个游戏的剧情还是和之前的一样 在真实的三国历史当中混入了很多幻想元素 男主叫严硕 表面上他是三国里的名将严严的儿子 其实他是天上的神星下凡 并不是真的人 而刘备的儿子刘禅 也就是阿斗 在本作里居然是男主的好兄弟 但是这个好兄弟其实也是表面的 他不但害死了男主的爸妈 而且还爆火烧了男主的村子 看到这儿你可能会想 阿斗这么笨的人 他怎么可能这么坏呢 果然 剧情里说了 这个阿斗其实是假冒的 他做这些坏事的原因 就是为了把知道他身世的人都消灭掉 掩盖他不是刘备儿子的事实 然后成为真正的真龙天子 怪不得这么厉害呢 原来是假的呀 这个游戏的前期的NPC 基本上都是三国里的人物 什么诸葛亮 司马仪 曹植 张包 陆逊 都悉数登场 但是到了后期就完全变成神话世界了 主人公的真实身份曝光 他和他的兄弟 另外一个神 玄金 展开了大战 从地上打到天上 和三国时期的事情 基本上没什么关系了 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因为三国的历史摆在那 又不能随便乱改 总不能让刘备消灭魏国和吴国 然后统一全国吧 所以到最后 也只能是神话里的战斗了 如果要综合评价一下这一作的话 那么我的感觉就是 很难评价 因为如果拿它去跟目前世界一线的RPG相比 比如说最终幻想 异度之刃等等 那么无论是制作水平 还是画面的表现力 都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 但是它只卖你几十块钱 要是拿它去跟那些几配价格的游戏相比 本身也不公平 再加上情怀 本来就是一件很玄学的事情 我们怀念小时候吃的棒冰的味道 怀念那些打弹珠 打陀螺 打画片的日子 同样也怀念以前玩过的那些游戏 看到这个系列在沉寂了十年之后 还能推出续集 对于系列的老玩家来说 本身已经很满足了 再加上物价一直在上涨 但是正版单机游戏的价格 却始终在百元以下 我们真的不能要求太多 是吧 这个游戏从头到尾都没有语音 当然老孙我对于这一点 是完全无所谓的 有没有语音都一样玩 但是通关之后 看到配音演员表的时候 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配音演员表 后来我去网上查了一下 才想起了这个游戏在战斗的时候 大家是会说嘿嘿哈嘿的 原来配音指的是这个吗 喜欢老孙的视频可以点个关注